打造最強音樂平台 WSM 環星娛樂 字幕提供 到了我們藝術文化節目 藝文館了 我就是主持老文青Morris 今次的嘉賓 多虧我們老闆能夠叫到你 我覺得香港人看你 就是最受歡迎的人物 最可愛的人物 最奇怪 一生我們覺得很神秘的一個奇女子 但現在你很受歡迎 剛才你來到大家都圍著你拍照 這個就是王夏衛姐姐 我叫她 今次我們聊天 我就分開四段 第一段 避不到要問你的平生 然後我覺得你的生活方式 很惡行惡素 很特別 還有你經歷了香港那麼多 如何看香港 還有最後就是你這樣的年紀 你生活得好像一個年輕人 那麼有精力 希望跟老朋友分享一下 好啊 我叫你親切一點 我叫你夏衛BB 好啊 夏衛BB 是香港人很喜歡的一個人物 其實你的平生 因為我做律師都已經知道 其實我剛剛80年代入行已經聽到 其實夏衛BB 本身是一個番書女 是的 他就在秘利羅氏讀中學 當然你那個期間經歷過香港很多戰亂 諸如此類 是的 很多世紀我都經過了 然後他就有一件事 有一個香港很著名的律師 即是我們入行一定認識的 就是胡伯全律師 是的 沒錯 他和你展開一段愛情生活 他是我所謂初戀的情人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都覺得他存在 然後你第二個丈夫 就是一個著名賽車手 冠炳煉 到今日 有一個不知是否不中父居 以前有個武打明星叫林郊 那個是真還是假的 那個不是的 因為當時我們很年輕 我經常去片場 他沒有車 我經常載他 經常說同居同居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當時我很年輕 已經有車了 你認識他的時候 你認識了胡伯全律師嗎 認識了 那就更加不會有事 一定不會有事 不會的 同居同居 就開玩笑 那些人當然 他也不知道 我認識了胡律師 這個武打明星 有些年輕女 經常當我們是情侶 實在不是 是一個很好朋友 很好朋友 那些孩子很好 因為未開始聊天之前 我問他 你有甚麼能不能說的 他說我會灑脫的 甚麼都能說的 甚麼都能說的 不要緊的 那我要大膽一點 希望你原諒我 當時胡律師 是香港一個很知名的政治家 有一個很出名的律師 對 你跟他戀愛 你不覺得很大壓力嗎 初初我沒有想這些 一個少女 少女初入情懷 覺得男人對自己這麼好 模型中就好像愛上她 後來一直都沒有想到其他 但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你年輕 現在都漂亮 那時真的很漂亮 我們俗語說很索 那你會否覺得這個男人 都結婚了 只不過是貪圖美色 不是 那時我們沒有想的 因為胡律師很斯文 好像我們年輕女 就認識一些氣行的人 就是不認識那些禮節的 她坐的士也好 她走過來開門 我覺得很特別 她是在外國讀書 好像那些紳士 她一直是紳士 我未見過一個男人 這麼紳士 走路 她要走你這邊 保護你 我未試過 我年輕人 就覺得這個男人 真的好像我老爸 那時沒有人知道 沒有的 我們真是 即是普通一個人 我們都沒有現在出名 即是要很低調的 我們是很低調的 慢慢在一起 但外面的人沒有管我們 那時候 胡律師也不是這麼出名 很出名 對我們來說 很出名 但我們沒有在公眾財所 即是拍拖 多數都沒有 只是二人世界 我問 那時候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那時候又青春貌美 又翻書旅 又讀過書 其實你外面有很多選擇 是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我要冒這個險 那不是冒險的 那時候一個年輕女兒出來 又沒有想著分架 只知道讀書 自己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有去派對 為何認識了一個 他是老爵 他做得我老爸 他長大了很多年 這個初入情場 我們真是不認識的 真是不認識 他是無微不至的 是人所共 是一個真是紳士 即是他可以令到你 買件外套給你 我們不會的 即是他不用你說的 覺得你 讀書身體不太好 那時候很流行的麻血 他又買給我吃 那我覺得奇怪 我一輩子都沒試過這些 即是不覺得一個人 這麼細心對自己 即使我老爸 他都不是這麼細心 即是覺得這個人 可以代表一切 那我想問一下 你和胡伯全律師的戀愛 那你家人一定是極力反對 初初是不知道的 沒有想到 你這麼妃女瞞著家 拉尾真的沒有辦法 即是愛得越深 那時候我也有一嬰兒 公開家也沒有辦法 我喜歡的 是嗎 沒所謂的 他喜歡的 這個男人也這麼好 這樣就沒有反對 即是我沒有家庭的壓力 你和胡律師後來好像有幾個小孩子 是呀 有七個 七個小孩子 是呀 那你當時真的很忙 是呀 因為我先生很喜歡嬰兒 我也很喜歡嬰兒 那時候我們沒有特別的雜念 吃飯 去派對 我也有派對 在生嬰兒有派對 他代我很好 因為他可以不理人家的謠言 認不理任何一個人說他的壞話 他就照和我去 是 你知道我都很慘 有些官太 就是 秒你 不是呀 我和一台吃飯 他去了第二台 我沒有老公是不緊要的 那看得開 真的看得開 那時候只是很緊要 那時候的官太 那些又是行政 那些什麼立法 就很看不起我 但我又無所謂 我老公對我好便可以 我又不理隔離人做什麼 你走外便兩個人吃 那胡百祥 律師和你講過 他怎樣和太太交代 不需要交代 他自然搞定家 對我完全沒有壓力 他太太沒有對你私家壓力 沒有的 即是一個很低調 很溫柔 大家和氣的關係 是很和氣 他不理 他都喜歡得很厲害 後期他越升越高 做到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 兩局議員 兩局議員 最後馬會請他做主席 他都不用了 因為他一定要帶我出來 帶我出來 那些官太 又看我不起 所以他沒有做 那時候他就不做 我怎樣第一次見你 在八十年代 那我們的律師 就去中環那個太古大 以前叫瑜人行 那裏是美心的 美心的 老闆住樓上 就帶你吃飯 一吃 我們律師就說 哎呀 王夏威尼 因為很好奇 我們見到 胡伯全律師 若無其事 和你很溫馨 坐下吃東西 又不會說忙 四周圍 他不怕 你又是很溫柔 在身邊 我好像普通一個家庭 他背後有甚麼 對我沒有關係 但我問你 其實你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 還容許法律 容許叫做正式立切 那你有沒有叫 不行 你立切給我法律地位 我沒有這麼想 你又沒有這麼想 有個年輕女兒 我和他也明知他有老婆 我是不會需要這件事的 後期呢 那些叫做什麼 大春六例 根本住了三年 已經是老婆 那些人去報 我們不用報 我出生紙 那麼多章都是他的 他簽紙 那你何須要搞那麼多東西呢 桑夏威沒有搞這些東西 我章章出生紙是他的名字 那我還需要甚麼呢 那我想問那時候 那麼多閒言閒語呢 那你們兩個 有沒有說討論過 還是大家當沒事 都不會互相討論的 沒有 這件事沒有 因為我先生呢 你知道他在外國的人 是比較保守的 我認識那些全都是藝術人 我覺得很開心的 那他又喜歡 他會不會踏入你的藝術圈子 他會踏入大家 我們每晚都約定吃飯 今天就說這班 明天就說飯 那時候是長嫂的時候 長嫂、長光 我們去的 父母女那些 那時候是那個年代 我們每天都是跟那些明星一起吃飯 因為他喜歡 開心 因為他 你知道他都幾十歲 未約幾十歲 他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他只會讀書 他沒見過 原來 沒見過這麼漂亮的美女 不是那麼多知多彩 全部的明星 什麼都說 無催無束的 還有我知道 你認識胡伯全律師 都是因為當時 新馬思曾這個名靈介紹的 不是 那個新馬 魯馬 魯馬介紹 魯馬 馬思曾介紹 魯馬思曾介紹 魯馬思曾介紹 因為紅線女 很多事情找我老公做 他做人律師 馬老弟 跟我老公是熟的 因為他兩夫妻 那時候做律師 那天拍後窗 我去看後窗 認識了我 在街上遇到他 喂 我介紹律師 你認識什麼律師 我未結婚 我不需要認識 他就拉了我上去 喝茶 原來他們很熟 因為魯馬和我老公 很出名 他們是兩個最頂尖的名靈 他們很熟 一介紹 他們喜歡我 他們有級級的 打麻將 喂 我不會打麻將 大哥 那時年輕 我怎麼懂 你是書院女 我是書院女 請了我去 打麻將 我就去 當然 就算輸也會贏 我一直都沒有理會 一直都沒有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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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就 打麻將 拼命追 我也不管 我覺得很閒 男人追女人 不知道他對我這麼鍾情 但胡巴傳律師大你幾歲 大很多年 有沒有40歲 他的大兒子我大他一年 他的女兒大過我 所以我最記得了 那時候他的弟弟不在香港 不是在外國 所以胡律師 只是自己一個人 老婆 就是萬分瓦架的 經常在家裡 變成他的生活 就是我的生活 我和胡律師 一日兩餐在一起 他出寫字樓 我出寫字樓 是啊 每天都在一起 不過他舊家庭 他晚上回來 對著老婆 是這樣的 那時候胡律師 有些同事都告訴我 全世界都知道 你經常上去寫字樓 我等他下班 我每天都坐著等他 有客人來 我自己就走出去 沒有客人來 我們就一直 所以 24小時 都是想黏著的 胡律師轉眼間走了多少年 現在走了十年 十年 夏衛寶寶 我很感激他 因為他真是 將過去發生的事情 我想很少你這麼坦白 說得這麼詳細 你是事實來的 多謝你 我知道你 我最欣賞你的性格 也有很多年輕人 這麼崇拜你 就是你那種我行我素 自己對自己做的事情 要負責任 不過有信心 我跟著講你 是怎樣跟香港的著名賽車手潘炳烈的一段婚姻 是 那我們留回第二節 不要走雞 大家記得聽這一段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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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節 就跟後衛寶寶說了你怎樣 由一個番雪女 是 認識了胡百泉律師 這個名律師 後來跟他那一段感情關係 是 到你第二段 應該是第二段 是 第二段 香港又是無人不識的 當年 著名賽車手潘炳烈 是 後衛寶寶 你可否說一說 為何你會認識他 我認識他那時候 是去報案的 因為潘炳烈那時候在做警司 應該是 因為我由幫辦 但我轉了警司 有時候 我被人撞爛車 他走出來跟我看看車 我便讓他看看車 沒有所謂的 他便說 我的車你試一下 沒有所謂的 只是一個年輕人 那你知不知道 這是名賽車手 那時候他未做受車手 他未明白 但他已經喜歡車 他正在幫忙 那他也是年輕人 那時候很小 我被人撞爛車 他要報案 他又問我地址 我又問他電話 他又不用問我地址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接觸 但你是美女 我們一直都知道 看照片 我想問潘炳烈 當時是否很帥 很帥 又很帥 那時候他開車 他幫我開車 開車 他叫我試一下 我便試了 沒有所謂的 那便關掉了 就關掉了 關掉了 但很多年 我們大家都 沒有打過電話 那天關掉之後 都沒有打過電話 那你有沒有見到他 心動一動 沒有 沒有 不過覺得他也挺好人 我報案很害怕 轉幫班 坐車便坐車 沒有所謂的 那潘炳烈有沒有跟你說 我很喜歡你 沒有 我們甚麼都沒有說過 那就是朋友 不是朋友 只是報案的朋友 那後來怎會變成 好了 加了七年 那先道拉就唱情人的眼淚 那時候先道拉 唱了提笑姻緣沒有 沒有 先道拉在李寶春 那個月公夜總會 月公夜總會 那時候 因為我和先道拉結為姊妹 你倆特別玩得 不是 先道拉 那班人我們熟 那他們唱情人的眼淚 我們就去聽 那時候就去聽情人的眼淚 那 阿觀先生和整班幫班 就去李寶春那裏 那裏 因為我的姐夫 就和這班幫班很熟 他們經常去追兒子 因為他不知道 我有了護白傳 那時候你已經有了護白傳律師 這個愛人 有了護白傳 但他又不知道 他當時有沒有結婚 潘炳 他結婚了 生了小孩 但他真的 但那時候沒有事 因為沒有事 都說報案 那時候他未結婚 隔了七年 他結婚 但我又不認得他 大家都不認得 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他認得你的 不認得 我們大家都不認得 那時候 聽情人的眼淚 變了朋友 聽了眼淚 不是 變了朋友 你知道 各個男人追我跳舞 我說我不跳 我說 我要和他跳 他說我不懂跳舞 我的腳常常踩不力 那時候他已經在車 已經知道在車 我說不跳就要跳 因為我避開其他男人 不知幫忙追我 我抓他出去跳 跳完 沒事的 沒事的 第二次沒事 第二次沒事 報案沒事 月公夜總會沒事 因為他又結婚 很久很久了 又再遇犯 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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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都自由身 大家都自由身 只是朋友 他又結了婚 那可不可以說 已經是你進入成年 他又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是的 他有他的家庭 我也有他的家庭 不知道 為何會知道那個是我 很久了 隔了已經差不多 大家都和他差不多結婚了 有一天走過 見了一輛車 雙英士7778 這輛車不是我的 本來是你來的嗎 就是報案那輛 那時候我還有一輛 叫做 雙英士 兩樣顏色的 紅白的 那時候拿了一個牌 7778 雙英士 看到那輛車 是這輛車嗎 你不是報案那輛 那時候 加了十幾年才知道 這是我 我是他 那時候就開始戀愛 是的 那時候就做朋友 又一直做朋友 都是低調進行 都是低調的 那你何時公開 你們後來有沒有結婚 後來又結婚了 後來又結婚了 胡伯全都結婚了 那時候就結婚了 男的自由女的自由就結婚了 大家都自由了 你有沒有壓力 因為你要跟子女交代 我的子女很好 我講的身親馬骨 現在個個都盛名 是很有趣的 給你壓力 媽媽你現在多少歲 還結婚 沒有的 我們很客氣 我一個兒子做船 也是上市的 一個兒子做車也是上市的 多四個兒子 名人之後 他們很乖 從來他們找我的時候 我十次都不能吃飯 因為我忙得不得了 真的很客氣 那時候人家叫你做一個名太 我記得我小時候都見到 你經常參加議演籌款 我有錢 我有錢 我跟胡伯全都挺有錢 你可以捐很多錢 所有人都受歡迎 我記得華僑日報籌款 我為何會做善事 我覺得跟別人拿錢很艱難 因為籌款有很多錢 幫助別人 因為你是胡伯全身邊的女人 這也是一個因素 都不是的 人真的很忠善事 我現在發覺到 都今時今日都是 如果你說籌款 他怎樣都給 但你說賭錢 你私人吃飯 很難有人借到錢給你 做善事人是真的 他不做多做少 他都出了個心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做善事就籌款了 我就拼命去學演戲 什麼都學 因為我知道容易籌款 我跟公益金籌過款 我不會演戲 都要學出做大戲 那時跟梁醒波 鄧碧文 陳浩球 五大明星的班佩英 我還是做主角 價格很大 但我覺得很有趣 那時年輕人不懂 我們小時候看電視 你經常跟這班人一起唱歌 是呀 那班人阿太喜歡做善事 就喜歡玩 為了做善事 就要學做大戲 所以我什麼都沒學過 什麼都半個歲 我都告訴你 我又沒有拜師去學做戲 沒有一個時間 坐在那裡 你教我沒有 但我很好奇 你跟明律師胡百全的戀愛 你都沒有結婚 你跟明賽姐手判秉烈 為何又會想結婚這回事 那後期才是 那為何不自由一點 繼續大家拍拖 舒舒服服就算了 因為她又沒有老婆 你一婚 即她也沒有老婆 我認識她一路有老婆 一路都沒有老婆 那就無所謂 那就不要結婚了 大家開心心舒舒服 現在都很開心 現在都很開心 現在婚姻關係都還維持 是的 她現在去了美國 她整天回來 其實兩家人都很接納 你們所謂兩老的一種愛情 因為那些弟弟們第一很低調 第二他們是在這個家庭上 是沒有為甚麼煩惱的 所以他們大了他們自己 找到自己的東西 我沒有教過他們 我也沒有罵過他們 那你很好 人家教到死都未必教到 那些兒女沒有 沒有的 你自己就忙於酬寬唱歌 他又沒有理我 我也沒有理他 所以大家都很客氣 他們的成名是他們自己努力的 我也沒有幫過他們 但我坦白說 相反 他們已經做到最第一 現在你們兩個老人家的關係 就很舒服 好像一杯水一杯茶 沒事的 一個盤 一個盤 到現在老了 就只有一個盤 至少做人一定有盤 好像吵架多個口 你想吵架也沒有人頂你 你有沒有看過你 你是名人的命 你第一個 胡百全是香港當時 兩局議員行政立法會 你第二個 是香港最著名的蔡姐生 你自己是一個名人 你一生就在一個名人堆 很感恩 我感恩到自己 為何我認識一個 他那麼喜歡我 又那麼名人 為了我的犧牲很多 你漂亮 也不是的 我沒有女人的溫柔 真的沒有 你沒有嗎 沒有 你年輕人也不溫柔 不溫柔 不是吊起聲 沒有沒有 你叫我倒杯茶給你喝 甚至沒有 別的拖鞋都沒有 你千萬不要搞這件事 我簡直沒有這件事 很爽朗的一個女人 是的 有時候不是請你拿來給我吧 即是沒有說 你口渴 沒有這種事 完全沒有 我對男人 但我很好奇 現在你是低音 我想問你年輕人 高音中音還是低音 我年輕時 就唱了紅線女的聲音 應該是嬌嗲的 後來 就因為 不知為何 那一刻 就變成那把聲音 都沙了 不是沙了 是唱了男人的聲音 所以徐小鳳 我還要低音 我和徐小鳳唱歌 我比他低音 現在你說話 都是男人的聲音 都是男人的聲音 是的 我想問 我自己都跟他聊天 要向你學習 你說做到我行我素 就是人家說了什麼 難聽的話 或者對你不好 騙你 欺負你 你是可以很快就忘記了 是 你為什麼做到這麼高水 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人 人家騙了你 你就算自己很生氣 你報復 你都沒有這種權 你睡中 那就望天修 就是我們信恩果 但你每幾天睡不著 那麼生氣到呢 沒有 就是最初都是很不開心 但想想想 但不如是 總有一天 你會收到結果 就是我心想 我亦都覺得 你騙了我 我都會有好結果 我順命地問 我今天這麼長命 我都是覺得 做很多好事 所以我能夠做九十幾歲 我還可以出來 在社會做事 為人做事 但你那種我行我素 我覺得很難 有時你一定收到一些閒言閒語 不應該這樣啊 這樣啊 這樣啊 那些說話 是從來不影響你做事的風格 初初 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 就聽到都不行 我說 他專門去 什麼什麼 不是 你只拍照 就攝石人 又聽到 那時候覺得很久 你太坦白了 你真是 攝石人 你知你其中有些人 經常都說 報紙都說 攝石人 攝石也好 攝石人 那都沒有辦法 那天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人家叫我拍照 那時候 我都不是照相 他又說我攝石人 是 鬆斌 他又說我殯儀之聲 鬆斌 都不行 你這麼坦白說出來 是 真是服他 這個真是奇女子 我叫我殯儀之聲 殯儀之聲 殯儀之聲 沒什麼好處 你說 Party 你都習慣不買票 吃人一餐 死人 又要買個花腩 也不要緊 你還要一早起床 又要解胃走 做到十足 那些是因為自己的朋友 那些是不認識的 主角都沒有賣這麼多 拍了我出來 我當時都會生氣 但想想不用生氣 你說我殯儀之聲 說我什麼好 我是付出 還有我真是認識他的 我不是不認識他的 如果我不認識他的白狀 都是攝影照 那時候我不需要拍照 他已經紅了 我不需要拍照 我自己都開解到自己 所以我覺得很閒 但是你的打扮 你的衣著 別人怎樣品評你 你是從來不會受影響的 應該這樣化妝 這樣化妝 髮型 你不理會 因為我不理會 為什麼呢 他說我農莊沒有所謂 因為年紀大了 我才知道不是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不查都可以 現在老了 應該要補絕一下 所以我就變成農莊了 我不農莊不行了 幾十歲了 難道你好像望臉龐走出來 見人嗎 我自己不想這樣做 你自己是自己的化妝 整身嗎 Да 我今天來的時間 其實是工作完後 我就過來 回到家就用了 我告訴大家 原本他很認真 他有一寸很美的珠鏈 有兩個耳環 不過珠鏈因為掛咪的時候 影響收音 他就放低 而且這樣看 加上你的濃感感 我认为伊丽莎白太久的味道 因为我很尊重派对 我认为很尊重人 例如你约我 我认为是齐齐整天见你 没理由像街市婆那样来见你 不尊重你 所以我是真的认真 这件事是我真的很认真 我觉得下卫BB 有点像那些所谓一杯苦茶 见你的时候需要时间适应 但一熟了就是一个很甘和的一杯好饮的茶 那不是 我见过朋友都很客气 我都很喜欢这些朋友 你当人很礼貌 来到每一个每一个都打招呼 聊天 这些真是朋友来的 别人请你来 你没理不理睬人 我都是朋友来的 这件事我做人是这样的 总之这个《奇女子》 来到今天录影 全场都很喜欢去魅力四射 不是 多谢你 所以我们很快去第三节 就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们真是作为我们特别的晚辈 想看你究竟怎样看香港 那么多年 无论在娱乐圈 影艺界 或者社会发生很多风风雨雨 那夏卫BB又怎样看呢 那我们不要错过第三节了 回到我们《艺文馆》的一个文化学术节目 回到我们《艺文馆》的一个文化学术节目 那我就是老文青Morris 那今次我们的特别嘉宾呢 就是夏卫BB 王夏卫小姐 那她跟我们讲了她一生 又讲了她我行我素的风格 那我们讲香港经历这么多事情 有一句说话叫做十日以来就九风雨 就是十日当中有九日打了风雨 那一生数去就是数了几滄桑 就是很多滄桑 那你今年九十一岁 你从香港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经历过社会又暴动 又跟着又再发展变成工业金融中心 到现在国内那块跳板又好像不需要我们做跳板 就是很多挑战 第二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你想想你到现在 你经历了多少朋友来来去去 存在不存在 那我想问 你回头一看这些沧桑 无论香港或者你身边 请问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当然是回忆那些不好的 真的很凄凉的 你觉得凄凉之后 你会又见到明天的 所以你就会将这些东西忘记它了 你做人你不能再回头 每一样东西是回头的 既然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凄凉的岁月 能够有今天的风光 我们应该很感恩 亦都会很开心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有盡头的 不好的东西可以辞着 现在已经好了 那我们应该入好那方面 我想问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都见到香港 其实这一百年来 经历了很多劫 而每个劫又看不到未来 我想问你过去是否每一次 甚至暴暖 金融风暴很多东西 你都是这么乐观的 还是你回头一看 你学会了原来这些劫不是劫呢 不是 我的乐观就是 每一样东西 到真的来的时候 你要面对 你没有办法不面对的 好像现在 没有饭吃的 好像我们都没有工作的 又不能外出的 但是我们都要面对着它 总有一天不会好的 那就等到今天 人是一定要这样 现在面对好 我们就从头来过 你经常相信四个字 叫做苦尽今来 一定的 这个世界一定要苦尽今来 但是很多人说 我熬不下去了 熬不下去了 都熬不下去也没办法 你要熬就熬得下去了 没有饭吃 你就想办法找饭吃 辛苦点 都去做就可以了 你没有饭吃 你又不去做事 什么都不去 那就饿死你了 是吗 你总要 在最困难的时候 去想好它 就算真的没有朋友 都会照顾一下你的 没有饭吃就真的 你觉得做人最重要 有条命有碗饭吃 就要乐观了 那就要乐观了 你熬不下去就没事了 你不熬 就好像说 有些很多人有钱的 不然间没了钱 又死又生 就没有了希望 他自己 没有钱就熬回去 你的钱也不是初灾 即是有的 都是你熬到有 熬到有 今天没有 你就再等机会 然后又找过 我想问 其实前段 你是说 因为家人在美国 虽然你很疼香港 你都会移民 现在过了一段日子 你又回来了 你是什么情况下 会有这个举动呢 其实很早 我已经移民了 因为我女儿 在美国 很早就让我移民了 那时候我经常带她去做戏 即是你有他录卡很久了 又坐了 后来 不见了 没有录卡的 你不在意的 你不是很紧张 我有护照 有什么 我不在意 我这次去 第一 我探讨我的室 室 因为我女儿生了孙 孙女生了室 然后探讨她 第二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我 六个月头里面 我还捉到六个月头的宋 周围去 有中国人的地方 是 因为她请我的 但是呢 因为美国的例子 你不可以过一天六个月 过一天三年 你不能去美国 好像我做出事 做到上飞机 我就回去了 我不想说 不能来三年后 所以我就回来 那你以后打算 就是两地飞来飞来 香港和美国 不过我都多数在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香港的 我美国只要探讨我的女儿 但是在美国所有 有华人的地方都会认识你 是的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享受 我享受你做节奏 做完节奏 你也会回家睡觉 我需要的是我自己 可以三间 你打个电话来 我可以和你宵夜天亮 香港也可以 但是香港你很闷 只有你和工人 不用了 我有朋友 我工人都没有 我一个人认识 是不是你丈夫都在美国 现在在美国 那你不会说 我不如去美国 总而闹 不会的 我不喜欢的 为什么不喜欢美国呢 我很喜欢香港 我香港每天都没有空 没有空的时间 我一天都很喜欢 你是一条路路命来的 是 照大七个小孩 就喜欢自己忙了 我小孩都不用照 四个工人 为什么我照照 就是回去指挥那四个工人 原来就行了 不用的 他们有头头是路 所以我没有这么辛苦 你香港一个人 反而不会觉得孤单 怎么没有孤单 今天见完你 一会晚上又要吃饭 又要做show 做到累了 我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又有工作 没有工作 每天都有 其实你很难得 你九十一岁 真是真的 我感觉到你的精力 是像六十岁 我喜欢 譬如我有一些亲人 他们八十几 已经走路到中下中下 你今天说话 聊天完全没有老态 请问你是否一天 做很多小时运动 没有的 没有运动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见你又有好记忆力 说话又沟通得很快 行动又敏捷 又不会说膝头痛 这条痛 因为我经常都想着 我都要保持自己这样的 即是我住的楼 四层 天天走的 厚屎来的 是的 又楼下回到上天 不走的四层 但你膝头不痛 暂时就没有 啊 你真的不像九十一岁 所以我就很开心 就是我每一分钟 我有充分的时间 让我寂寞 那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是一术会说 我随时离开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想过 每一天 还是想都不想 我现在不是想 我想很不舍得 我那段时间那些 即是琴姐 丹炳文 全部都去了 是的 你是差不多留下 你我那些 那些全部都很知心 哇 全部都没有了 是的 因为没有人像你这么长寿 还这么好精力 那我是很怀念什么 是的 那你出来 变了很多时候你是怀念 但对自己你从来对 你不要介意我说 对死亡没有恐惧 我没有的 我想着人是必经之路的 当要走的时候 也是没有办法想的 我经常不熟悉你的时候 我以为你经常要 我要长寿 我要长寿 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 不是这样想的吗 没有想的 这个世界怎样想的 我经常想我的朋友 可以长寿多些 我们大家可以见多些 是 怎样一样就走 真的是走 是的 我七个的 司徒冠佩英 邓碧文 凤凰女 长嫂 是 还有三个是谁 看看 还有几个 几个姐妹 但是我想问 碰在一起的 没有了 现在那张照片只有我一个 我就很珍惜了自己 幸好我们的少认年少年 當你是校衛員 我是很珍惜自己 當你朋友 你認識了一大堆比較年輕的朋友 因為我很珍惜自己 每個人都離開自己 現在有一天做多一天好事對社會 我憑著這個意志去做 我想和你分享 有很多人對香港有很多不滿 諸如此類 你覺得香港最值得吸引你 或者最可貴最可愛的地方 是甚麼 你這麼多年在香港 我覺得香港我是喜歡的 是甚麼好東西呢 風景又漂亮 各樣都便利 食物又有 甚麼都有的 亦都是很自由的 我想去這裏就行 去那裏就行 我就覺得做人是這樣 你需要甚麼 你自己想做的事 全部都做了 除非你做壞事 你做事 自己是很自由的 上網甚麼都可以 你做甚麼都可以 我對香港會不會不滿意 我喜歡的 希望當然社會做多些好事 給老人家和年輕人 這件事我真的盼望 因為老年人家真的很慘 現在無依無靠 我都幸運 自己不用賺錢 有意志又靠 有些真的沒有 希望社會幫助他們 你很好命 如果算命 對 我希望幫助他們 你自己有飯吃 很多人沒有飯吃 你的心都不安樂 我只是這件事 我想問 如果有一天 假設玩 你是特首 那你幫老人家做哪一件事 會令他們更加幸福 開心一點 第一要讓他們有得吃 有得住 最重要是讓他們有得住 有得吃 而且吃好一點 有時老人家 煽食不太好 你有得吃 那你好過沒有得吃 好不好是令人的問題 最重要是有得住 你的屋子很漂亮 不需要 你讓人比較有妻身的地方 有飯吃 這件事是最基本的 我另外問 你看到香港的演藝圈 由五十年代很繁榮粵劇 接著是電影 接著很多東西 到今天好像都迷失了一個方向 你演藝教育這麼多年 你怎樣看未來的發展 是不是有些人說 都是跟回內地的文化 你很難 不要緊 現在的演藝 演藝都會開始 差不多 每晚都有派對 就將演藝人繁榮就可以了 那時候是沒有辦法 又不能出街 你怎樣做 拍戲又不行 吃東西都不行 但現在自由了 那大家做 你覺得只要市面恢復正常 演藝界一定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怎會沒有 是嗎 我們當你演藝界 雖然不是 她是明太太界 她是一個著名律師的愛人 我甚麼都不是 你怎樣看香港 未來唱歌的風格怎樣改 你看到一路改 當然好 你看現在 甚麼知聲都已經爆棚 現在一路一路大氣 人們也喜歡 亦有機會讓人唱 有機會發揮 連阿尹剛 現在都跟年輕人玩一堆 叫AI歌王 是嗎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空間 每個人都有 所以不用緊張 是嗎 這個社會 但是都要你每一個人去做 一個心態 是嗎 人人都覺得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就做 是 對不對 是嗎 不用閉藝 一繁明就甚麼都要做 是嗎 就算那些 掃地你都黃 這個社會是這樣的 那有沒有人叫你回去大灣區 登台唱歌 有的 我經常去的 你都去大灣區嗎 是的 沒有所謂的 我經常去的 我以為你拒絕 太遠了 我不去 我剛才才回來 去大灣區唱甚麼 不是的 我去 珠海 他們在澳門的人 去珠海擺 那需要一班歌星 需要我們去 那就去 即是燕匯 燕匯 但是他都要給錢請 他真的不是靜止踢我一個 你大灣區登台你都接 其實我知道你不是為錢的 我同道接 為甚麼所謂 我最喜歡在外國 即是在大陸 他們很喜歡我們 是 我最喜歡 但你現在九月一歲 周居勞動 你無所謂 我一天去 早去唱完 我回來就行 澳門 現在就不行 以前澳門搭船天安 是的 所以我一來回都行 你這種精力很可怕 因為我中學很喜歡 我猜不到你大灣區都唱 唱騙我 我經常接的 沒有騙你 很多人現在網上說 我很期待 你會不會去黃大仙 那裏欠第一轉 決定去 一定去 不怕被人逼不怕 不怕的 連連都是這樣 逼也要逼的 你不要請另兩個保鑣 綁住你 沒有的 沒有請保鑣 很斯文的 輪的時候 不過走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不要走 我只要給你一個位置 就可以了 因為很多東西 在底下輪斷 走去又要輪 你走那段時間 不是我怕被人逼你 不是走的時候 我真的不能走 不能走 不能走 我被人拋過趴道 試過 是呀不好 所以他們說不用在下位置 總之我就給你前面的位置 因為整班人都說 他們一定會走到的 我們都是前面的 我們都在這輪 這一段時間 他們會給我上去 還有下位BB 我在街上都見過你 你一個人走來走去 你不用又有符 又有保鑣 又有工人 我哪裏找保鑣 為何你會這麼隨遇而安 可能雜扮了 你不需要有一兩個人保護 沒有的 雜扮了 我今天都是一個人去派對 帶他們自己去 這次我帶他們上來 你一個人不斷來來往往 是呀 你內地登台也有一個人 那是有朋友的 哦 幫著你的 不是幫著我 是大家都上去一起參加派對 我就做領隊 跟他們一起上 一起走 因為你找個領隊的 大哥 沒有領隊不行 我就做領隊 很厲害 唉 幫他們搞了一些票 搞了一些時間 約定在哪裡 不失得拖 你真是我們的人版 大家苦心自問 如果我們有一天能夠活到91歲 而能夠像夏威BB那樣 那麼自信 那麼自得其樂 一個人又很獨立 又不需要一堆 喜歡做事又做 有錢沒錢 都做 我感恩 現在我很感恩 真的很幸運 即是給我這麼長命 可以為社會做到事 還有你成為了香港的一個精神的代表人物 那種精神就是香港人就會打不死 這個就是打不死 是的 我很硬的 是的 好硬的 真的很硬的 真的很硬的 好 那即是談了很快三節 那最後一節呢 我們就專程 就是講一下 一些老友記 年紀大了 應該怎樣生活呢 夏威BB一會兒就教大家 作為老友記 有些什麼防身的策略 記得不要走開 時間過得很快 藝術文化節目 《藝文館》又到最後一節 我今天跟黃夏威姐姐 夏威BB聊得很開心 如果大家想看 記得按訂閱 很坦白說了她生平的兩個男人 她怎樣可以練到今天 我行我素 而香港經歷了很多風浪 她的好朋友 包括有很多李香琴 鄧碧雲 鳳凰女都走了 她現在依然在生存得這麼積極 至得其樂 到最後一節 夏威BB要問你 老人家 我們叫做老友記 老友記 他們有很多東西 我想拿你的意見 我經常都接觸老人家 他們有些說 老了就當她沒有老 什麼都敢吃 有些人很怕死 什麼都不敢吃 你覺得老人家吃東西 是不是要很緊張 還是不緊張 不需要 但是很多 譬如真的有血壓高那些 是不會吃那麼多肥東西 你不吃的 一塊豬肉 因為我血壓低 冬包肉 你都膽膽放進口 是的 因為我血壓低 我血壓低 所以我變成什麼都吃 但是有些東西 譬如尿酸 通常人家有尿酸 像我長大 尿酸 很多東西不能吃 例如 內臟 乳鴿 乳腿 即是補的東西不能吃 哦 就是這樣 一吃了你會痛 那你不會放一杯熱水 滾水 什麼都滾過 放進口 不需要的 你滾過也沒有用 我冬的東西真的不喝 我告訴你 你不會喝冰什麼冰什麼 我不肯喝 但是有時候真是 逼不易吃 罰了可樂來到冬的 喝什麼 但是我不會說 好似人家 夏日可樂 其日可樂 一點冬的東西都不喝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全天都不會喝 你喝了都是暖口的 我只喝寶梨給蜜糖 早上 更漂亮的蜜糖 我早上沒有早餐吃 你不吃早餐 不吃 有人說不吃早餐沒有力 有人說喝了蜜糖 和寶梨 我就等到吃飯 如果我吃了早餐 我是不能吃東西 下午你照吃 正常 下午我吃很多東西 例如點心 你叫很多 讓我吃 讓我吃 吃得很飽 為止 那晚餐你不吃 晚餐吃 最重要是晚餐 那你很多時候在街上吃 你要做事 唱歌 唱歌 即派對永遠都沒有東西吃 我一想坐下來 他就拍照 就算到最後 人家拿來炒飯 想拔起 都要上台 所以我沒有東西吃 但是我呢 一定要 宵夜 我的強悍一定要宵夜 你這麼夠膽 即是11時多 你都去宵夜 是呀 所以我每次晚上 回家兩點鐘 你回家什麼時候宵夜 不是 在街上 可以人陪的 難道我還去煮 一個人 那你照樣 這麼晚 夠膽吃炒粉 炒麵 那些 大阪不陪我去的 做鬍子那些 他們也沒有吃東西 是啊 我真是很晚 好厲害 第二樣問 有些老人家說 不行 驗薪 有些甚至我認識一年驗三次薪 有些就說 我不驗 不知道來做什麼 喜歡走就走 喜歡漏就漏 那你是哪種心態 對 我91歲 我還沒驗過薪 因為我害怕 沒有插在這裏那裏 沒有 完全沒有 touch mood 到今天都沒有驗過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驗到 你一有東西 你不死都會嚇死 那要防禦 於是吃藥 治療 沒有啊 你的人生已經沒有樂趣了 你知道自己真的有 你防禦的時候 你的心是不舒服的 如果你不防禦 那醫生突然告訴你 你第四期 那你就下一個 那沒辦法 第四期的就是第四期 那醫生當然是說 你早點來看 就有得吃藥 所以我都贊成 你們的驗身 不過我本身沒有驗 你又不需要害怕 你又不需要害怕 我怕染了我還不害怕 譬如我不舒服 我看醫生 我告訴醫生 喂 如果我死了 你不要告訴我 我不想讓我有壓力 另外第三 有些老人家就說 獨居當然是開心 我有時應酬 我的子女應酬 我的孫 應酬人家 他覺得在家裡應酬 有些老人家就說 當然不要獨居 當然有人照顧 有什麼事叫他入房 那你怎樣有意見 給老友的應該獨居 很難說的 好像我都獨居了這麼久 我先生回來的時候 我當然在 我先生不在 我是獨居的 真是獨居的 那你的房間不會睡過工人 沒有的 我是不讓那些工人跟我一起 他不會睡在你旁邊 我家屋是不會有人 除了我先生 有三個 你四層樓沒有工人 沒有的 那誰幫你打掃 我遲些 沒有的 我真是住了 現在第七年了 好聰明 都是一個人的 那我們經常說 有什麼事 叫天不應 叫地不明 我會告訴別人 有什麼事 我會叫人 但我自己就沒有 那你有沒有家裡 隨身安住 什麼平安標 平安鐘 有他們給了我 我都不會打 平安鐘有 還有 你真的很好看得開 睡覺不舒服 你真的很危險 你真的很危險 我沒有理會 你真是很 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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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年了 現在我這麼多歲 我都是一個人 為什麼我不愛工人 因為知道你有命 很容易做些事 傷害你的 很容易傷害我的 所以我為了 與其我這麼擔心 不愛 我有些朋友工人 直接要做些記事簿 有多少手袋 有多少個錶 擺邊 所以我沒有 真的沒有一個人 每個人都知道 那有沒有查過你屋 你這麼看得開 我試過一次 你是不是在家 不是賊 就是那個司機 怎樣 因為那個司機 就有一個鎖匙 他也知道我的錢 擺在哪裏 我平時就是 擠在那裏 就擺在那裏 有一次 你說我信不信神 我信神 就是那個司機 就財迷心肖 那他司機就來我 有一次他經常去廁所 就已經偷了我幾千元 那我告訴他 糟了 我今天沒有錢 那些錢 不知道去了哪裏 你記得我多少錢 那他幾千元 那他借給我 那好吧 就借了幾千元給我 拿了幾千元 有一個晚上 即是我的護照 都擠在那裏 因為明天 我一定要去大陸 因為大陸的神廟裏 開幫 那我一定要去 那別人 已經訂了我 那我都放在那裏 我就不知道了 突然間淋了一聲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好像天淋下來 那我自己紮醒了 那我司機在廁所裏 那司機是神規的 禮親我去廁所 他就偷了東西 放在樓梯上去廁所 我是德國廁所 我告訴你 因為廁所就令你聽到聲音 我是聽到 但是那些不是人迷 是像神一樣 日本來拍過的 那你就馬上捉到他 不是捉到他 淋了一聲 我嘩 看到我淋了 我害怕了 你捉他就殺死你 那我都不知道 我就馬上去報案 打電話 打電話報案 我都怕我拆還沒到 我跟他說 你要怎樣 我才開不給你 拆在外面 他不知道 然後就來到 然後就帶他上去 還多了那些錢 因為他拿了我的錢 就收了 在前一天 他就放在手袋上 那個Misa Part 都在那裡 我就可以走了 那個司機 那個警察問我 我當然知道是誰 我無謂 我拘捕了他 對我都沒有好處 你即是用這樣的方法 警戒他 然後有沒有辭職 自己懂得做 不是那個司機 是那些白牌 那些 那些來的 他自己都打到電話來 我都不想再說 算了 他知道你知他的 知道 不過你放過他 暫時報警 我放過他 我報警一定報的 我怕的 那這些真是你已得報怨 這個人這樣對你 你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那天 是他家裡有很多神 是真的請我去的 如果他拿到我的護照 我去不了 是的 錢就拿完了 那裡有萬多元 錢就拿完了 最慘的護照 我走不了 還有你個人很盡責 你不喜歡脫底 脫底 很慘 別人的神開幫 那些 我也是信神的 另外老人家有經常問 有些說 老人家要很熱鬧 有些老人家就說 不是 老了最重要是寧靜 很寧靜 譬如說這本書都看到幾個小時 有些就不是 經常請人吃飯 打麻將 你覺得老人家應該很熱鬧 還是寧靜 老人家應該比較熱鬧 熱鬧 讓他開心一下 他一個人很悶 我也是老人家 每天都在家裡 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 今天你請我喝茶 明天你請我去做什麼 我會很開心 即是老人家不要怕人 開始不要說 當然不會怕人 最重要是 多些年輕人跟你 不少聊聊天 見一下 當然不是叫他財家 因為你幾十歲 這些是老人家都要開心 不是 你又真厲害 我想每十年當一個輩分 我想你現在九十一歲 你可能適足好輩 每個年紀 幾歲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你讓人都會認識 很厲害 計算你的孫子 你還不得了 那倒是 我覺得做人 有快樂時 扯快樂 扯快樂 這就是做人的宗旨 你不能快樂 你就要面對 不能說 誰都想快樂 但有快樂的時候 你就要快樂 要開心 你真的生活得 寶刀未老 也反路還童 不是的 我一直都是保持愛義 以前和現在 我是沒有分別的 真的沒有分別的 一樣那麼開心 一樣那麼開心 一樣的朋友 我想問 另外有些老人家就說 我不去旅行 周圍走來走去 你覺得老人家 應該要周圍勞動 去旅行 還是靜靜地 應該就不要去的 不要去 我去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要做事 因為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跌倒 而且自己很論盡 要有人拖你 不如在家裡靈靈靜靜 叫朋友回來玩玩就好 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去旅行 你叫我 我不去旅行 我只是做事 每個人請我都不去 去做什麼 即是那些郵輪 不要如理 那些郵輪 我做事 做事 郵輪我去過 經常請我 所以做事 沒有所謂 有個目的就不同 你為吃一頓去玩 我就不會做 你不會答應這些 吃一頓去玩 我一定不做 我郵輪很多時候 他請我做事 我就會玩 就和你做 但我很好奇 我都算年輕 為何老人家 這麼怕跌倒 很多時候 不是 因為老人家 那些骨已經是沒有力 他不知道自己會跌倒 所以你最小心 就是真的不要跌 一跌就很多人的健康 一跌就不行 一跌就不行了 你有些不小心 以為自己什麼什麼 真的不要 真的要很小心 尤其是過馬路 你真的要找人陪 不要搞 真的會很後悔 這件事 因為你不知道 這些是無往之災 人家碰一碰 你戴在那裏 那你死不死 免得過真的不要在街上走 千萬不要在街上走 要記得 因為我燒多人家 就是躺到之後 千萬不要在街上走 有人家要乖乖地 菜蘭也是這樣說 菜蘭之中 不要緊 你找年輕人陪著你 尤其是過馬路 你自己一個人 震動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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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動 我看見到她 很開心 因為我認識她 那時還未跌 另外現在很流行說 老人家80歲70多歲 應不應該還談戀愛 還是有些人說 嘩 不要了 這麼老不知醜 戀愛很難說 不是 你想談就談 你剛才預算了她 你談什麼都無所謂 但很可能是騙子 那不應該 那不應該搞 第一 對方愛你什麼 貪你夠老 貪你服侍你嗎 那你當然有錢 就貪你的錢 你又不是比人漂亮 就算你很漂亮 也好似我們漂亮 也好似我們漂亮 也過去了 你不相信婆孫戀這回事 我不會相信 別人說喜歡我 你喜歡我什麼 第一我沒有錢 你漂亮 現在漂亮都老了 所以我不會相信這件事 即是如果突然說 現在三十多歲走過來 對你欠恩近 你一定不會理她 一定不會 做朋友OK 你說戀愛根本 你也沒有什麼氣力 跟她戀愛 你有什麼氣力跟她談情 我有空去唱一首歌 賺錢 還去談情賺笨嗎 你真的很自得其樂 你又不要傭人 又不要很多人在你身邊 負累你 或者怎樣 你又不負累人 你總之自己我行我素 我一向是這樣的 亦都不接受新的愛情 你不要有人追求我 這也是假事 有很多愛情 所以很多人被騙了幾千萬 你幾十歲了 她說我愛什麼 愛個夠老嗎 要負責我嗎 我一定不會 所以真的留我記 小心這件事 是呀 愛情騙子時時有 不是那些老闆都沒有賣嗎 不是老闆 不知怎樣過 下半世 不要搞這些 我是不會做這些的 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說話又坦白又風趣 又充滿人生的智慧 這就是經驗 而且你要想想 一個血氣方安的男生 他愛你什麼可以的 你除了有錢 如果我沒有錢 愛你又不一樣 行了 我沒有錢 麻煩你做伴父我 你養我 那我就愛了 又很少發生這個情況 那我就愛他 因為愛他 他要照顧我 但有沒有呢 沒有的 有很多人 一人照顧我 我好過 找人符 是 是 千萬不要受騙子 多謝 夏蕊BB 不用多謝 多謝你今天這麼坦白 多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還有我很開心 因為 其實你對我們很多小神秘 今天你肯將自己完完全全表論出來 我沒有神秘 我由出道以來 誰問我都是講真話的 是 好了 如果你是今節才看 就請大家回看第一節 第二節第三節 再一次多謝夏蕊BB 多謝 多謝 各位觀眾 我有一段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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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是 塵棚 現場演奏廳舉行 門票reading